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周先生 31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张女士 22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说那话印象特别深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大家都觉得你们挺合适的 是吧 对 身边的朋友 我家里干人都也催着我们结婚 尤其是他们那边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你觉得合适吗 我也觉得不合适 你是觉得不合适啊 对 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前妻的话也挺合适 你指这前妻前到多久啊 就是刚认识她的时候 因工作上把加了微信 然后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 也把她的这个爱好 喜欢吃什么都聊出来了 然后就开始追求嘛 你们俩同事啊 不是 就是在一场活动上吧 一场活动上认识的 聊得很好 是这意思吗 那个叫前一个阶段 对吧 这个阶段觉得合适的阶段 大概多久啊 一年左右吧 也是近半年出现问题的 你也是觉得现在有点不合适 是吧 对 来来来我们听听女生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以前就是什么事 她也听我的 现在就是凡是什么事 都不听我的 然后她也特别斤斤计较 然后大男子主义 变化很大是吧 有哪些变化呢 很简单的吧 就是平时聊天 就是一个错别字 我给她发信息 然后她就觉得 这个字错了 那个字错了 这个事就过不去 比如说是你我她的她 她就觉得男的她就有男的她 女的她就有女的她 别的她就不能用 我说你看得清楚就行了 没有那么多事吧 但是她这些细节的问题 就是过不去 您是做文字工作的 我不是 我就是 文字是什么敏感 就是那种情怀吧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 从小事嘛 细节从小事做好 然后慢慢的就改变大了 其实她生活习惯不太好 因为像她衣服的话 一大堆对吧 她都是一大堆扔床上 然后穿哪个一件一件往外挑 化妆品也是一大堆往那一倒 然后用哪个往外拿 这个习惯很不好 那我直接让她改吧 她又改不过来 你一个星期穿上一件 可不可以装上啥样就啥样 我天天换衣服 我肯定收拾脸 我拿出来我收拾 她就觉得我收拾不干净 摆东西 就是必须得从高摆到低 就好像家长似的 天天老的这些 这不是什么原则 根本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事还小 就是我们家不是开那个洗车店的 然后她就站了那儿就指我 这儿没洗干净 那儿没洗干净的 就老收我 觉得她觉得 你们两个人开的洗车店 还是你们谁的家 我妈 我们家 你们家开洗车店的 你去洗吗 洗 你帮着你妈还洗车 多好的姑娘 挺好啊 踏踏实实的 不是 我周六日的话 去帮他们家洗车嘛 因为做服务行业嘛 像这个 包括烟灰缸倒出来以后 我会拿水冲一下 或者车下边帮人我也会擦一下 就像那些细节问题根本不用做 车主说了 你把烟灰缸倒出来就行了 你再放上水 再冲上水 你就不能用了就 但她不懂的呀 她因为没学过这些 因为我之前为了 为我妈开的也有学过 我告诉她这些 她都不听 她说必须得洗 不是 比如我洗车 我拿着水枪在那正喷的 对吧 我还没喷干净呢 这边就说 行了行了 赶紧擦下一辆 那烹的那确实那不是 主要为烹为左 那是主要为插为左 谢谢你 但是我这些告你的 你都不懂 你专业 你专业 好吧 这事也不用争 以后你也别帮她洗了 你不去不就行了吗 我这不是得给她妈打会关系吗 那你就听老板的话呗 你又不是老板对吧 咱就干活 这活 我强迫症 不不不 我有一种纠结 不要这么说强迫症啊 这事吵什么呀 就别让她干了呗 她态度是好 你们家开起车 她不敢 她 但她嘴都闭不住 就老是说我 我就不乐意听呀 反正挺好 人家还干了活呢 你要碰到不干活 还说的不是更麻烦吗 反正就细节的问题 还有一次 就是吃饭 吃饭 对 就是服务员倒过的水 她必须得站起来 给人服务一下 点个头 说声谢谢 但是我觉得我俩约会 不应该这样的吧 我俩还说的话呢 然后她就立马就起来 然后给个手势 然后端起来说声谢谢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但是她就 也是说我不对 说谢谢是应该的 谁给你倒水 你都应该说谢谢 但是她站起来 我就个应的不行 是她站起来 就是相当于服务员 给您倒杯水 您每次都要站起来 说声谢谢 我也不是每次都站起来 就是我这人 不愿意麻烦别人 那你说谢谢 不就得了吗 我就自己到 我站起来 我说您太客气 就那种感觉 对 然后她就站起来 我俩正聊天呢 然后她站起来 您太客气了 您放点吧 咱说谢谢就行了 这稍微有点 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 慢慢改这也改得了 稍微有礼貌啊 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这就忍不了是吧 就是看着心里 特别麻烦 心里更有 我就看不下去 但是这些细节 就是我想让她改 她都改不了 这也需要磨合啊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 可多呢 然后就 就是看书这一块 看书 对 看书是个好习惯啊 也是逼着我 天天看 我不听她 她就抱着书 就看目录 我给你念文章 你觉得哪个好 到到到都念完了 她说哪个好呀 我给你念 我赶紧给你念 她还给你念啊 对 让我看我不看 你说你念的好 你就听就是了吗 就是什么呀 挺好的事啊 但是这是其中之一 但是天天逼着我看 说你就看看那些书 就关于看那些 就是历史啦 或者说创业之类啦 原来我干那个 方向中介的嘛 然后他就是 说你这些创业 跟你有关系 你就看看 确实我觉得 看书是为了我 我就看看 但是现在我不干了 还是逼着我天天看 我不懂的 他也让我看 他干嘛 就让我干嘛 我觉得这个人嘛 都有分享的欲望 是是是 给自己喜欢的人 分享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 历史的书挺好 这段话挺好 我就给他分享一下 原来挺好使的 原来我念那段 人觉得特崇拜的 那种看着我 现在最近不好使了 原来不是为了看书 是为了崇拜 不是 就是 他就天天发那种 名人名言那种的 一开始就我俩 聊的聊的就 把天聊死以后 他就发那些名人名言 我觉得还行 但是 每次聊的 无话可说的时候 当当当发一堆 我觉得也没啥 到他这就是事 行 除了这还有什么呀 姑娘 我听明白了啊 这叫管理 细节 较真 那天就是 我生起来 然后我就扔了 他几本书 我就觉得 没用 而且他也看完了 我就扔了 然后他就把我的 化妆品包包什么都扔了 然后 我在那感冒了 别的塞的纸 他都不管 连杯水都不倒 也没有问说 喝喝药 没什么的 你是说的 同一时间发生的事 对 还是说的两件事 反正他就目的看书 别的不管 看的什么书啊 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就这么类似于 这个资质通鉴啊 就是这些历史的书 你还看资质通鉴 这厉害了啊 没有 就就是里边一些小故事 都挺好 也是白话文的 然后那个 他给你 他扔你的什么书啊 就是把这些历史书 给我扔了 扔了 对吧 我爱书之人嘛 当时气得也不行 他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去吃烧烤嘛 然后就是 没让他去嘛 就挺生气的 你没让他去 男性朋友吧 对呀 啊 他听着要是男的呀 他就不让我出去 我觉得有一些朋友 很正常呀 对对对 你吃个饭也没什么 但他不行 他就必须得 他跟着我 跟上我吧 他又觉得 我这些朋友 给他带不来正能量 天天吃饭那么晚 就不让我 跟我这些朋友接触 啊 反正我的朋友 他也不让我出我 我干嘛 他都不让我干 看电影 我俩出了两年了 就看过一次电影 就那个唐人街二嘛 我说咱俩去看吧 我说挺好看的 点评率也挺高的 这不是最近的事吗 以前都没看过 以前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 为啥 他也不跟我吃饭 然后就看电影 人去了 脑子去了 拉着脸去了 差点睡着 他这什么电影啊 这是 这是你看电影 就这么问我 就这 我俩这品位吧 不太一样 我喜欢看那个 像这个霸王别姬的 等幸福来敲门了 这类就是比较经典的这种电影 阿甘正传啊 就这类 他呢 喜欢追这些 就是时下的这种片嘛 我看个电影 选个美部电影 我问他 哎不行 这个没品位 不是 你们俩前面那一年 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嘛 你追的他 但是你喜欢 那顾上什么呢 好看 还有呢 就是 好看嘛 接触之后 对我爸妈也挺好的 后来他还主动 给我妈打电话 然后给我妹妹 买礼物什么的 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好 另外的话 就是 我这人 品位不太一样 我喜欢女孩 打游戏 我觉得特真实 你喜欢女孩 打游戏 对对对 哎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 有一次 我就告诉他 我说会开拖拉机 他说 我更喜欢你了 然后我妈 就跟他打通话 他说我小时候 淡水啊什么的 然后他说 哎呀 我更喜欢你了 开拖拉机是指 游戏是吧 不是 他小时候家 种十几目的 十几目的 开拖拉机 对对对 哎呀 还是个机械能手 我想着也是闹着玩 虽然我家 现在也种了地啊 就是 都在外边 不回老家 对那边品位 是一样的吗 你不是说不一样吗 不是就这方面 生活的品位 这不是 对一样吗 他用那个发朋友圈 他老爱发那些英文呢 然后给我打电话 说是 你看一下 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点评一下 评论一下 评论一下 听不懂 我不评论 人就说我 那你就看书去吧 那你懂得太少了 我也不是说 发一些英文啊 就是 有时候的话 也发一些技术类的 因为我做人力资源的嘛 有一次我表弟找工作 就是他把简历给我了 我就抛到朋友圈上了 然后是渣化工程师 他看不懂啊 他说你发那些是啥 我看不懂 他就觉得我在影射 他没文化 有一次去他家吃饭 当时他 咱们不说他了啊 问一个大问题 一个女人 会开拖拉机 还对你也不错 对双方的家人都不错 但是这人就不太爱读书 他认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乐趣 这种女人行吗 能做你老婆吗 就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能说你老婆吗 我怕时间长了 你受不了 对 可能会出问题 那就明白了 你当时看中 他什么了 我觉得他确实比我年长几岁吧 他也是个暖男 然后懂得确实比我多 咱这个认可啊 生活方面了 工作方面了 他指导的我挺多的 我就觉得还挺好 挺靠谱 他是你人生的一个导师 挺憨厚 对对对 就是无论大小问题 他都会搞我 都会教我 但是就是天天逼我 看这些书了 还有就我教的生活圈 他也不融入这种 我觉得确实是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跟他 有点格格不入了是吧 对 我带他干嘛 他都不干 他就总觉得我们的朋友 好像带不来正能量 就不让我去教嘛 分手你能接受吗 其实来这个节目的话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各位老师给一些建议 看看究竟是哪出问题的 其实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是本科毕业嘛 他是中专毕业 我喜欢的一些东西 包括看书 大家都不喜欢 他追求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也不喜欢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 我怕两人往不同的方向走 越走越远 不行就是 看看怎么办 不行长痛不如短痛 或者怎么样 这算回答我了 就分手 如果实在不行 分手也是可接受的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来是干嘛呢 其实我也挺真心 这份感情 毕竟两年了 我也不想分开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改 在家里边天天告他 他都改不了 你希望他改什么呀 就是听我的呗 他要不听你的 你也可以接受分手 是这意思吧 对 行吧 两个人倒是都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但是也是奔着 能往一起走来的 对不对 对 好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你说你的品位 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雅的是吧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 你喜欢看什么资质通信啊 然后看的电影 都是什么阿甘正传 这样经典类型的大片 对 在文化上我属于这类 但是在生活上的话 所以您的 对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品位的分类 还挺详细的 生活是一个品位的要求 然后在艺术的造诣上 或者说在工作的 这个发展上 是另外一种品位的要求 对吧 对对 所以它只符合了 你生活上的品位 但不符合你工作 和艺术造诣上的 品位的要求 对吗 你总结得太到位了 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你生活得好累啊 人无完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 你们两个人 现在最主要的矛盾 在于品位不同 对 可是其实 有一种说法也说啊 两个品位不相同的人 在一起正好互补 我也见过有很多 生活几十年的夫妻 男的就喜欢喝茶 女的就喜欢喝咖啡 可是两个人 一人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 女人去买咖啡的时候 会记得帮自己的丈夫 带最好的茶 男人出去买茶的时候 也会记得帮自己的妻子 去买最好的咖啡豆 这就是感情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 学会理解和让步包容 不要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贬低对方 如果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总觉得我比你优秀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永远都是俯视对方 看到对方的缺点 看不到对方的优点的话 那你们这份爱 即将消耗殆尽 要学会欣赏 而不是干涉 如果你们能把这个问题 想明白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感情 是可以继续的 但是如果只想到自己 只想让对方变成 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人的话 那可能你们的感情 就止步于此了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两个幸福的人在一起 绝不是因为 他们仅仅是因为 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品味 甚至于共同的一些习惯 而在一起 相反很多经历 完全不一样 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 在一起很幸福 为什么 所以骨子里面 其实你们并不是 所谓的兴趣不同 没有共同的话题 不是 你们曾经有过 一年多曾经有 但为什么现在不行 最核心点 就是你骨子里 有点看不起女孩 为什么你随意的 发一篇朋友圈的英文 女孩就会影射到说 你是不是在说我文化低 这里面一定有 很多的小事在铺垫 使她有这种敏感 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 你在不在乎 你认不认可她 她的年龄比你小 她的学历比你低 她的一些见解 或者为人处事的方式 可能不如你成熟 而你也喜欢她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兴趣 打游戏呀 开拖拉机呀 对 但你到底认可 不认可这个人 如果说你认可她的 一些幼稚 那你会爱她 你的有些出发点是好的 比如说对知识 重要性的这种认知 以及你的一些看法 她的幼稚看法 你想让她去 不要走自己 曾经走过的弯路 吃一些你吃过的亏 这都是好的 但是做法是不可取的 你这种做法 刚刚在上 造成了一种 你们情侣之间 不能正常的交流 她的需求 你没有捕捉到 你完全是一种 严实的这种态度 是跟她相处 她不爱听啊 情侣之间 一定要是平等的沟通 好好地交流 好不好 把心态放下来 就这样 谢谢许多 郑先生您好 您是一个拧巴的人 你想要找一个 打游戏会开拖拉机的女生 喜欢读资质通鉴 容易吗 不好找吧 您想找一个 长成这样 平平欲立的一个女孩 最好 还有林徽因的才华 张爱玲的文采 完美 对吧 但这样的女生 您遇得到吗 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 但是相处久了以后呢 你又觉得 她好像少一点什么 新鲜感过了之后 你希望去改造她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 太累了吗 衣服到底怎么叠 那是人家女孩子 自己的事情 你刚才说 哎呀好像我一说她什么 就像瞧不起她 觉得她没文化似的 你就是这样觉得的 但人家怎么了呢 人家生活得很好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不能说 刚开始我觉得 你那些方面都很好 然后现在又开始去挑剔她 如果你们两个想继续 好好的在一起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很简单 爱 不是要寻找到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要用完美的眼光 去寻找一个不完美的人 并接受她的所有 如果你真的爱她 八个字 彼此欣赏 求同存异 祝福你们 她为什么活得宁白 她认为 生活上可以低标准 但是 在审美上 要高标准 你希望在一个女人身上 既找到精神共鸣 又能找到 在生活当中的 和谐相处 对 但是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女人 凭什么属于你呢 说实话 在 最初的时候 男生心里是有一点点自卑的 有年龄上的自卑 有容貌上的自卑 所以你就刻意地 要显现出自己和她 在才华上的差距 来填补这个空白 在男生的眼里 女生除了年纪貌美 剩下的只有无知 对 她 而在你的眼里 她也只剩下老气横修了 老顽固 你们俩到目前为止 当初的那些欣赏 已经都没有了 你看你们俩在台上 可曾说过 对对方目前还留恋点什么 没有 男生要求的太多 到时候女生还相对于踏实 女生其实是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生 我只想活得快乐一些 倒是男生 不清楚自己 几斤几两 找老婆是找一个 在一起过日子的人 不是能够禁得起 你百般要求和挑剔的人 即便你们俩之间分了 如果男生 你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你将来也不会快乐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把自己审视一下 这女生我倒不担心 好 我就说两个层面 我看到的问题啊 我们一起分享 第一个是说 其实爱情不可能都是甜蜜 婚姻生活当中 或者情感生活当中 一定是有一部分 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东西 有很舒服 有很不舒服 关键是我们取舍 大的方向 这个人今天的不舒服 明天有没有可能 变成我可以接受的东西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的理解 我的第二个理解是关于文化现象那种理解 我个人真的认为 如果一个人还有文化品味的话 那么在他的眼里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有生活和品味的人 因为每一种都是品味 品味没有高低 所以我是希望小伙子 不要因为说我多读了几本书就骄傲 我们鼓励大家去读书 但是学习知识的路径 不仅仅是读书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放下架子 回归到谈恋爱的本质 谈恋爱的本质是爱 不是其他的东西 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你也看到了 今天我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真的是向你妥协了 我这次跟你一块过来的话 也是想听听这几位老师的一些意见 我是希望能够试着再走一段时间 老师今天说的你应该都听一听 这些老师说的确实对 你应该真的关心关心我 你比我年长几岁 我的目的就是你关心关心我 教我一些如何去 和别人处的方式方法 但你这些完全都没有做到 真的挺让我失望的 我觉得你应该多想想 彼此的好玩还是 好了谢谢两位 请回吧小伙子 回去吧姑娘 谢谢 请关门 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就在一起 睡着我的声音 谢谢 谢谢